急性胆囊炎最常见的发生原因是胆结石 但未尝肝胆科医师邱展贤说明 也有部分人是因为胆汁过于浓稠 流动不顺无法顺利流到肠道造成发炎 个案40岁女性三年内断断续续疼痛就医 以为是胆结石 但照超音波无胆结石抽血也无异常 才发现是非结石性胆囊炎 这是一个40岁的一个女生 我这个case三年前看她的时候 她因为一直这个痛 在这个六礼拜里面反而腹部痛 她也上到急诊去看 那那天我们来的时候因为她蛮痛的 所以我就带到就给她做超音波 就看到她的胆很重 吃药以后再追踪她的胆很重就消失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是在当天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胆囊圆圆滚滚 大家就看就是说好像这个气球是 如果大家看气球是打宝气的一个气球 就打宝气的一个气球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看到 它并没有别的大的发炎 像我们一看到说胆囊会有胆壁增厚 这旁边会有积水 胆囊会有好几层 那常常我们会看到标准是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看到有湿头 那这个就比较我们会在临床上 你这个是胆结石造成的急性胆囊圆 那对这种病人的话 常常医生看到就是你胆蛮腫的 然后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加压的时候 它会有骨痛的感觉 那这种病人它的症状都是只是上骨痛 那这个痛有时候痛到它 它会受不了的冒冷汗 甚至会吐什么的 那我们看到就这样 那这病人我给它治疗以后 五天以后我回来追踪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这个胆已经松开来 那正常我们看到胆在空腹的时候 大概会看到的是 它的胆就是像这样 不是一个很薄 但是有充满了胆汁的一个现象 那它是软软的 那这个病人这时候回来就不痛 所以跟大家就看到就是说差别差异 就是说它的胆在痛的时候是重的 但是这样一个肿的胆里面 它是干干净净 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病人后来有一次来的时候 也痛得很厉害 那那时候我们怀疑说 好像在这边有一个小的石头在那边 但是没有很确定 只能告诉你 告诉大家就是说 它还是一个很标准的胆肿起来 这么肿的一个胆 那这个人治疗过后 它也就消失了 那这样就断断续续有三年 那到最后 这一次又因为痛来 但是它抽血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只看到就是胆脂 胆囊肿起来 胆脂浓稠 那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看得比较清楚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就跟前面不太一样 知道 除了它胆脂肿起来之外 这位可以看到 它开始出现这个浓稠的胆脂的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可以证实说 它是因为它的胆脂太浓稠 然后造成这个粗口的主射 那这个出口主射 造成它的胆囊发炎的症状 邱展贤说 非结石急性胆囊炎常见的症状有 疼痛发作超过30分钟 疼痛时可能伴随着恶心呕吐感 疼痛会向肩背辐射 常在半夜因疼痛被唤醒 严重时会中断日常活动或需急诊就医 它的好发族群 除了这个胆脂运动伤害的话 本身有胆囊炎加乳食 本身的胆脂就 这个胆脂里面的胆固醇的浓度就有问题 还有本身高血脂的人 包括肥胖高血脂 还有在吃这个酱血脂药 因为酱血脂药会改变胆脂里面 胆固醇的这个成分 还有就是多产 或是其他会形成胆结石的 这个体质的人 都有可能会出现非结实性的胆囊 那最近大家快速减重跟断食 要小心 因为快速减重跟断食 在这中间 因为你胆脂的使用会少 因为吃的不油 你都没有吃了 所以你的胆脂会在 在你的胆囊里面 会待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然后浓缩会久一点 那这种病人有时候就会突然出现急性腹痛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胆脂在里面 存得太久 太浓了 那一旦要用的时候 他排不出来 你看他的症状就很特别 他一般疼痛发作为三十分钟 那在不同时间他有时候会反复发作 那他严重到会突然的就没办法 比如说在这边你跟我们那个吃一个早餐 突然就打痛 痛到那种全身冒冷汗甚至吐 那痛起来会非常的痛 所以常常病人说 这个感觉我说痛的时候你已经知道 因为他常常这种病人会痛到要看急症 也就是这个会常常急症 那但是这疼痛 你如果忍得住 忍一晚上 或有些病人就是说半夜痛 他就睡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又觉得好多了 所以有时候你会有疼痛稳定 但是呢 就是说有些病人说 我去上个厕所吹吐 或是吃味药 吃各种味药 那常常病人跟我回馈就是说 那我吃了所有的味药都没效 才来看我 所以因为都吃药都没效 他觉得怪怪的这样 那当然他有溃疡或癌症 或什么阻塞 还是要排除 但基本上他的疼痛就是很特别 然后那疼痛恶心呕吐 还有就是他会痛到右肩 那病人有时候跟你讲 是在右肩或是在右背后 所以这种病人很有趣就是 当他出现这种恶心呕吐 然后痛到后背 还有痛到背后的时候 他来的目的 他会觉得他得到胰胀癌 因为现在这个胰胀癌的病人 他们都很担心 觉得他是癌亡 一得到就死了 所以常常病人来的 问我是说我是不是得到胰胀癌 而不是说得到胆囊癌 民众如何预防胆囊癌 医师呼吁应避免暴隐暴食 高油脂食物食粮摄取 多吃蔬菜 雪果 颧骨类 多喝水 多运动 维持适当体重 当出现腹痛时 应尽早就医 找出病因积极治疗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这些痛会延伸到 所以这病人会觉得 是肯定钰